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大陸的疫情都開始有飆升跡象, 感染疫人數都在增加, 好多市民打算團職藥物去做一個自保, 引發了一個買藥潮, 根據報導中國搶藥潮已蔓延到境外, 香港、澳門、澳洲藥局某些特定退消止痛藥 都遭到大量掃貨出現短缺, 令藥局出招限購。 根據BBC中文網報導, 這個熱潮甚至搶黃土罐頭電解水都被人搶購。 這個熱潮搶到香港澳洲, 部分香港藥房感冒藥, 譬如悲哩痛、幸福雙風素都短缺, 開始限購。 根據頭條日報報導, 香港止痛退消成藥成為搶購藥品, 不少藥房限購已經缺貨, 比利痛供應商現在加班加點生產, 希望可以穩定供應而澳門方便。 之前同大家看過, 不單止抗原試劑、蓮花、清溫這些藥品缺貨, 一般感冒藥都被人搶光。 澳門的藥監局亦發出指引, 叫這些藥房採取限購措施, 每人限購五劑抗原檢測, 和一盒止痛退消藥物。 而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在墨爾本方面有個藥劑師說, 幾間藥店的必利痛已經沒有了, 他所住的社區就是澳洲最大的華人社區之一博士山。 根據澳洲媒體報導, 澳洲華人近日開始曲線救國動作, 將澳洲神藥必利痛寄回中國給親戚朋友, 而這款藥物認為可以克制新冠病毒。 根據報導所說, 澳洲方面連鎖超商櫃桌誇張, 其他藥物都充足, 但必利痛的貨架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 央視新聞報導, 中國國藥集團旗下160多間工業企業, 在24小時增產藥物, 特別是一些重點品種, 產能已經擴大到日常3倍。 甚至乎大陸有市民就同BBC中文網表示, 他說應該是有罪開放, 不是突然之間一下子放開。 根據報導所說, 這位市民就說道, 說普通百姓面對疫情現在措手不及, 藥物購買方面應該做限購, 這樣就不會導致大家團太多約在家中, 真正感染的人缺藥跑到醫院就醫, 造成醫療資源緊張加重感染。 那我講返啦, 之前同大家有講過的, 大陸如果知道你那個地方是偏遠的, 它會做一個異地買藥的動作, 買爆你, 買曬你當地藥, 搞到當地人都買不到的, 就算澳門這裡也看到有這樣的狀況。 再加上另一個重點, 所謂澳洲買藥, 你們覺得它會不會原價賣給大陸呢? 我覺得不會啦, 很有可能它在澳洲所買到的藥, 就拿去炒價賣給大陸也不一定, 因為你要知道現在那個所謂的必利通啊, 網上邊是賣到300多元一盒的, 說一盒30粒而已,幾貴啊, 所以這個搶藥潮再這樣蔓延出去, 其實都幾可怕的。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還有記得訂閱我這頻道啦, 下集見啦,拜拜!